丽春一日,百草灰芽 二十四节气之首为丽春 冬去春来,新的四季就此展开 丽春后,紧接着元宵 灯光晚霞相呼应,元宵灯会人气旺 而沐春牛,则求运气旺 新的年轻,冬春牛,荷彩头 冬孤头,驾孙会出头 冬孤角,宰山温宅宅 银春牛,据说是从西周的西春来开始 因为以前是鱼龙立国,官园 都会来基盘这个银春牛 和这个边春牛 来提借它的佩生 春天已经到了 来准备来耕作 早期的鞭打春牛 演变成现代庙宇里 纸糊的春牛神 去年底南台湾水库缺水 江南地区一起到作以休耕抗旱 农民期盼着 立春之日有急兆 四十一基数为立春 当时天清没有黑粉 表示风雕有乌孙 火水充足花爱孙 立春的天气明朗 就是今年火水充足 我们做事人要靠近去孙花 要不然火水如果摘是花 要崩起 种田无定利 全靠着节气 立春最适宜农作生长 立春的时候倒置 那个发芽比较快 气候的关系 它长得比较快 种下央苗点一炷香 期盼好收成 立春就是发芽果业 还有保佑农民大丰收 立春以后 接着就是我们神龙大地的深入了 都办规模很大的 拜礼斗活动 里面下面是有米 在地的一四七的我们美农民 让我们有从事农作的 大家五谷丰收六叔兴旺 客家人称神龙大地为五谷爷 祭拜结束 背起彩茶楼 彩茶去 一心两下 这个茶是最好 最香的 还有彩山茶 春茶 就差不多高春的时间 出来彩牙的春茶 开春茶树上的嫩芽 是春天里的深发之气 立春为起 我们也要开始动得起来 那我们让我们筋骨调唱了 才可以顺应我们的春季的这种深发之气 春天它对应到我们中医的肝 所以就是建议说 我们多吃一些绿色的植物 像是菠菜 花椰菜 春日气候变化大 摄取绿色蔬菜 养肝调气 有助面对崭新一年的挑战 这种方式的肝调气候变化大